今天介绍大家一道家乡菜,台山生蚝焖猪手 用的这个猪手,是我们在英德养的猪 超过一年时间的猪,是非常健康的猪肉 这些是新鲜的台山生蚝 其实,顺德菜最主要是材料新鲜 全部材料一定要新鲜才好吃 先斩猪手鲜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出水 让这些猪手先出一下血水 这个步骤就是开始嘛 先将猪手抱一下 抱一下猪手增加香味 又增加锅气 焖到起焦,有焦质就可以了 焖这个猪手最关键的一样材料,就是我们起码超过十年的陈皮 因为焖出来会增加它的香味 放少许酱油 放少许酱油增加香味 放少许酱油炒一炒 我们顺德菜就以简单为主 很简单的味料 就盐,糖,酱油和蚝油基本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放水进去焖 焖到猪手差不多软了就好了 我们再放生蚝一起焖 大约焖半个小时左右 生蚝现在洗干净了 看,洗干净 我们将它的肉拿出来 现在已经焖了半个小时 出手差不多可以了 大家看看 然后放生蚝 焖一下 焖到刚刚收制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些生蚝放进去 已经焖了十二分钟了 现在开始收汁 这个菜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您转发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doet看 compte嘆 regulate